有很多种证明的方法 在这里我不妨取出我自己有心得的两种 第一种我们要证明的就是从平面性的角度来看的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一眼就能看出这个结论 回顾一下 这是一张典型的gram scan的计算的过程图 在这个图中 蓝色的边是最终计算出来的图包 而这些虚拟的方法 虚线是最开始的那个我们说的pre-sorting所得到的那个线 这些线其实是本身是算账 是算在pre-sorting那个部分的 不算时间 我们狭义的gram scan那个时间实际上是 对这个例子来说是消耗于这些粗边上的 石边上的 这些石边又进一步都会分成两类 一类是紫色的 一类是黄色的 黄色的是哪些边呢 黄色的那些是我们欲跨 但是又没有跨过去 我们在这个地方测试了一下 知道它是一个right turn 所以这地方发生backtracked 而这些紫色的边呢 是更耗费时间的 是我们曾经在那个地方前进过 比如说从三前进到五 或者从三前进到四 甚至从二前进到三 这都是我们曾经前进过的边 只不过因为后来发现需要回退 稍带着整个这条边也被作废了 无论如何 我们花费的时间 无非就消耗在这个紫色的和黄色的边上 而不难验证 每一条边上所花费的时间 一进一出累积起来 也不过是个常数 那么最重要的一条观察就是 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些黄色的和紫色的边 合在一起 从图论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张平面图 你可以为了说明这件事 可以去证明一下这样 所有被gram描上的 或者曾经走过的那些边 互相之间都不会在内部相交 有了这个就足够了 这就说明它必然是一张平面图 而关于平面图 我们这门课反复要用到的一个性质 就是欧拉所给出的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我们在后面还会反复地用到 那么在这里我们只简单地来做一个 它的结论的介绍 也就是说根据欧拉公式 平面图中所有的边的数目 包括它们的面的数目加在一起 从渐进的一样讲 依然是和其中的顶点数目保持同阶的 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 像非平面图那样 可能会多得非常多 超过那个阶次 比如具体来讲 如果一幅平面图有N个点的话 那么其中所包含的边数 渐进的来说 是不会超过顶点数的三倍的 好了 既然所有的边也不过三倍 那么你这个地方 gram scan所能够走过的边 也无非如此 顶多顶多三倍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gram scan 在整个这个狭义的 也就是在pre-sorting之后的 那部分所消耗的时间 其实不仅远远没有达到N平方 而且确定的来讲 从渐进的来说 它是不超过N的 是个线性的过程 这多少会让你大点眼镜 当然好在我相信 你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肯定会非常的高兴 因为gram scan这个算法的效率 果真名副其实 就突然很高兴 今天很好看 能量 继带 感谢观看